建立这个 专案的时候呢 必须要选那个SDK 那我有跟各位讲过说 如果你要选的话选2.33 可是2.33之外 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印象 就是说我们在那个Ecalybs里面呢 选的时候 在那个视窗喜好设定里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这边有个Android SDK 那这里面的话 其实除了说我们平常选的这个之外 那我有预留一个叫做Google API 而且这个版本 你有没有发现 它也是2.33 那也是10的版本 也就是说实际上 这个Google API的版本呢 其实就是这个版本的增加 增加一些东西 增加什么 增加Google API的 这些相关的这个程式库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呢 要使用Google地图的话 请务必你建立专案的时候 一定要使用这一个Google API 那如果说你的系统里面呢 没有这个Google APIs的话 那也一定要把它安装进来 否则呢 你没有办法去执行 这个Google地图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们要使用Google API 也必须什么 配合什么呢 配合API的模拟器才可以 所以 第二个是说 你第一个要先检查一下 你有没有这个版本 第二个呢 你建立模拟器 那模拟器在哪里呢 应该还 一个学习的快结束了 应该知道 模拟器呢 我们在早期的时候 有建一个模拟器 建一个2.33的模拟器 那如果说 你今天要执行 那个Google地图的话 你要重新建一个新的 新的地图 新的那个模拟器呢 名称比如说 我叫APIS 我习惯APIS 那我这边已经有一个了 我给他一个2好了 APIS2 那target的话呢 特别注意啊 在选择那个SDK的部分呢 记得要选最下面这个 不然的话 你在执行 你即使写出来的 Google地图的程式呢 也没有办法正确执行 特别注意 模拟器也要跟着改 那当然在手机里面 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手机本身呢 一定有这个Google APIS 不会有问题 那这个size的话 给512 那我们build in的话呢 给大概HVGA 也就是说呢 第二个就是模拟器的部分呢 请各位记得 再新建一个新的模拟器 那模拟器部分呢 大概更改这几个部分 OK 然后按一个create 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模拟器 到时候再执行的话呢 才不会有问题 这个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呢 我们要使用这个 Google API的话 第一个 第二个